主委,還有我們吳部長也在這裡 相關的各位官員,大家午安,大家好 請我可不可以請委員會主委 蔡主委有請 蔡主委,最近非常辛苦 今天剛剛好是日本 核災滿兩個月 所以今天511,本來今天還有一個災,沒有 我看那個災真的來的話,我看你這三個 三個碎鈕的核電廠全部都外碎 我想國客會已經講得很清楚 九級以上的話,不會有十四規模的地震 我跟你講,國貴雖然是這樣講,但國貴不敢講說 不會有八級啦 為什麼?因為現在做專家都是八級 本來啦,有一個華國人上個禮拜來 他們說,本來他們以為在這個 這個琉球海溝會發生很大 八點五級以上等等以上的 沒有想到是發生在北邊啦 以前也沒有想過會發生福島那邊的地震那麼大 也沒有,他們也不會想說 原來齁,核電廠齁齁是會危險的 他們認為他萬無一失 他們認為說,對各種管理非常好 我是覺得這個如果上天有神啊 其實是採取一個警告,給人的警告 因為全世界日本的科技應該算不加管啦 我相信你不敢否認日本的科技水準高於台灣 管理水準高於台灣 人民手法精神高於台灣 選擇這個地方來發生啊 是給素人一個警告 所以這個警告以後呢 全世界的這個科學家 現在晚上睡不著覺 為什麼?心虛啦 我們現在跟你講的是科學啦 但是科學家本來以為人定勝天的 現在雖然像你這樣子出來 還一直掰 一直代替這個 這個核安齁 是安全齁 背書一樣 講的 可怕很會 晚上回去啊 睡不著著覺 嘿,如果我現在講的是對的話 會不會死幾年以後呢 被打了一個巴掌說 這是臭的 就好像我的前輩以前啊 在設這個核能店長的時候 胸口一直拍 沒問題沒問題 結果呢 現在發生了 發生以後呢 這個 東京電力的 東電的公司的負責人 跪下來 道歉幾次 有用嗎? 他我相信 他當然晚上也睡不著覺 但是那些科學家 晚上也睡不著覺 所以坦白講 我今天是用一個 比較謙卑的心情 來跟你對談 我們應該 用比較謙卑的心情 我自己相信 我也是科學家 我們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同樣的心情 這個科學家 再厲害 他竟然敢說 我人定勝天 這一計畫被日本的三合一 災難 打敗了 打破了 現在科學家 很多在後悔 我當時如果不要說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就好了 很多是這樣子 醫師再厲害 也沒有說一定把疾病完全做好 或是不讓你生病 一樣的道理啊 竟然有跟科學家認為 他一定要做 坦白講 我一直認為 我們能源政策是有問題的 我們全數在 去挖那麼多的石油 挖那麼木炭 挖那麼煤炭 這是祖先留下來幾千萬一年的 你們挖出來 就把它燒掉 那這當然造成這個 大自然的 助我化解的這個能力 受到挑戰嘛 本來就是你燒 你連地下都燒 當然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氧氣比以前低很多了 以前 聽說到31% 32% 現在已經到20% 都市裡面有得到17% 18%而已 這對身體當然都不好的 為什麼 用太多的 非自然的能源了 是以前的 留下來的 當然裡面有碳 可以燒 挖起來很方便 挖祖先的 這都不對的 核能也是一樣 也是挖 有啦 不啦等等來用 這都是有時而窮的 應該還是要發展 我想每一種能源 其實都有一些問題 當然啊 火力電廠也是一樣 因為坦白講 我們發明火 專目起火以後呢 到現在可以掌控核能 核能 核能多久 也沒有太久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才那個愛因斯坦 他們才 研發出來 愛因斯坦還寫給所有的科技家說 千萬不要發展成核能 核能的炸彈啦 那你以為這是和平用途 和平用途啊 遇到大地震就不和平 遇到灰彈一個打下來 在核一核二場旁邊 一打下來 就不和平啊 為什麼 因為齁 這些東西很脆弱 福島為什麼會發生問題 不是核能有問題啊 是冷靜系統問題啊 冷靜系統問題啊 還停電啊 是因為天災 是因為 是因為那個 海嘯 真的是高利設計的 你就把發電機弄壞了 只有發電機 自己在發電 但沒有發電 你就沒有 所以齁 這個東西很多 環節很脆弱 人應該更謙虛一點 現在日本的一些科技家 都一直在抖銜坑啊 不是以前說 抖銜坑說 抖銜坑說 現在抖銜坑 我那時候 人不要說這個安全 我就不會害怕那麼多人 因為這個 日本人 是全世界最理性的啦 對政府齁 沒有什麼太大抱怨 因為是天災 地震海嘯 他們抱怨 但是核能他們在抱怨 他們現在抱怨很厲害 跪下來幾次都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思考說 當初何必用這個核能呢 當初何必用核能呢 真的有沒有厲害嗎 這些科技家的講法可以相信嗎 現在連客家自己都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面對天災要遷襲啦 所以呢 這個部分齁 這幾點齁 因為時間也不夠多齁 我 第二點要跟你確認 你認為齁 八點點以上的地震 會不會發生 我想我 不是地震的專家齁 不過我所看到的資料 當然八規模的地震在台灣 是會發生 不過問題要問的就是說 發生的位置在哪裡 沒有錯 那我們 我們以現有的這個資料來看 三角斷層跟恒春斷層的話 那以現有的資料來判斷 它發生的規模 主委 你這樣很糟糕了 我就叫你千辛 真地震 我知道 因為我們猜錯地震 就新的斷層跑出來 是 我跟你講 湖島這次是新的 不要用過氣來依測未來 為什麼 我了解 所以我 不是真正為誰 可能我講的稍微慢一點 不過簡單來講的話 這裡面分兩個層次的問題 一個是設計基準 另外一個是超出設計基準 沒有錯 那我們當然是 現在就是希望能夠檢討 萬億超出設計基準的話 要怎麼去加強 怎麼去因應 我直接跟你講 沒有真正的核安 只有不應轉的 才有核安 只有 開始不用的 已經把它滅掉的 才有真正的核安 其他沒有真正的核安 連滅掉的都還有核廢料的問題要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 坦白講這是回到手也沒有關係 但是 我想在很多事情上 都有探討安全跟風險 可是我想這個問題就是 要看風險能不能接受 日本的核電廠不是接受 日本的核電廠沒有探討嗎 十幾年就有探討嗎 幾十年就有探討嗎 探討的會臭啊 沒錯啦 我同意 你還不抱著這個吹息的心情 有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規範 萬億超出這個設計基準的話 不是萬億而已 核災一定會發生 因為地震會來 可能飛彈會來 都不一定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你用的在大段 所以要趕快思考 這個核能的政策 在台灣是不是適當 當然台灣是全世界最不適當的啊 以前人家外國的專家也講啊 危險地帶的幾個 我們十四個裡面 我們就站了幾個啊 都有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是事事事事 你這個位置特別難做 再來我們核安的能力 我只有簡單問你幾個 第一個 你現在要做演習了嘛 十七十八要做演習 你說要做得很像這個真的一樣 好那真的一樣 你就是要撤退對不對 有規劃這個 我跟你講 如果啦 這麼好的準備 這麼 時間 連幾點幾分要遞震 你都知道了嘛 對不對 不是 那個當然是一個假想的想法 我知道啊 這個演習啊 如果人家能做不好 我們就很擔心 所以這個部分喔 既然 幾點幾分都知道了 你要做一個真正的 全面撤離 所以全面撤離 你說五公里就五公里好了啦 你不敢做大一點 真正發生哪裡有五公里 十公里啊 美國要求他們的人 要撤到八十公里以外啊 所以 至少用個十公里 你真正的去做 真正去做 既然 已經大家就知道 在這裡等央啊 欸 不是地震突然來了 連這樣子 你都不敢去做 那我看 我們齁 就很 難說服民眾 說你們是有 核安的能力 最後啊 我要 要再度替你們教室啊 核安能力以外呢 我不知道你們這個 核能會齁 究竟有沒有這個能力去處理 因為你們心態 第一個 你們齁 跟台電拿太多錢 這個應該你偏多一點嘛 我們支持嘛 不要 研究會都跟人家拿拿好幾億 這個我看 每次都看到都很難過 第二個 你們成績太低了 二級又降成第三級 這個 核安正在增加 你們成績正在降低 我都非常擔心啦 所以齁 這個部分啦 最後 拜託啦 如果你們說要做很多 給人民知道透明什麼 應該 趕快提出來一個 核能政策 公投 如果你都真的是 讓人民了解 公投過以後呢 你沒問題了 我公投給人民說 這樣也好啊 那後面來公投 公投完以後呢 大家認了 認了 你不要再現場 回去回去 謝謝